在大航天时代,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三、七、六、六。 这个树枝,你们或许可以去宇宙。 幼稚,幼稚,等等。 您是航天专家,祈愿是。 是我,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航天专家需要孩子们的帮助,大宇小小很好奇。 欢迎来到我的实验室。 这里没有火箭,又没有飞船,难道你是骗我们的? 不不不,听我说,进入宇宙有三个办法。 一、人亲自去宇宙。 第二,让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去宇宙。 我研究的是第三种。 第三种? 大宇宙,站上这个控制台。 它和我在做一样的动作。 这就是第三种,通过超能体操控它的行动。 既然已经实验成功,为什么还需要孩子们的帮助呢? 因为成年人做不到,量子超能体对于脑部的活跃程度要求很苛刻。 所以我希望孩子们来试试。 我超级活跃!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量子连线吧。 一切正好,连线正好,信号表示完毕。 大宇,想象自己已经进入宇宙。 进入宇宙,进入宇宙。 百分之百十,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百? 要你再安静? 行动作出宇宙,进入宇宙,进入宇宙,进入宇宙。 大宇宙王帝。 畅宇宙,进入宇宙,进入宇宙。 要你再安静? 现在让我们试试舱外活动 我不要进来了 停不下来 我停不下来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生存的地球 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球上呀 看来实验很成功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那是什么 警报警报信号日常 一股太阳磁暴干扰了信号 大鱼集中精神 交给我吧 全力连线 信号日常 奇怪 信号明明很强 为什么连不上啊 一场意外 让测试陷入了危机 为了找到原因 院士让孩子们先离开了实验室 我做错了什么吗 科学实验就是这样 不是每次都成功 我们先回家吧 我感觉自己没有失败啊 妈妈 小小 哥哥没有失败 他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难以置信 小小说的是真的 为了测试操控范围 我们在太阳系 设置了许多基地 大鱼在加强了连接信号之后 直接连到了火星基地 小小 你愿意和哥哥一起连线吗 想去吗 大鱼 小小 这次用你们最强的感觉去连线吧 我知道 小小 味子的感觉去 Veter归 他真的觉得 我们必须 就此。 只要把女士虎 那你对沙ары 叫她 出 capture 火星连线成功 想象星大 木星 处星 连线成功 谁也没料到 小小大雨的同步信号 覆盖了整个太阳系 简直不可思议 我 我的心脏都快烧不了了 孩子总能给人惊喜 不是吗 在宇宙中 移动好难啊 要是我像火箭一样就好了 火箭捏紧其成功 小小 我们去找爸爸 找爸爸 卫星定位开始 找到了 在这里 小小 那我们出发吧 大雨 小小 这可不是你们的玩具 没关系 没关系 大雨小小 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们加入航天双子星计划 我很梦里 我很梦里 你们说了不算 要我答应才行 妈妈 好吧 我同意了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的第一天 大雨小小 开启了对无际宇宙的探索 孩子们 出发吧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在太阳系中 有一个叫小行星带的地方 这里乱糟糟的飘着很多石头 爸爸爸爸 你要注意安全哦 放心 我们都很警惕 警惕得都快睡不好觉了 孩子们希望爸爸安全 可是意外总是这么突然 爸爸 大雨呼叫蓝金号 大雨呼叫蓝金号 信号中段 尝试重新运营 不得 大雨小小 请求超能体连线 请求通过 目标救援 连线位置 小行星带 地标注星车 电子连线开启 大雨识别完毕 小小识别完毕 小小识别完毕 小小 超能体启动 大雨小小躲开这些小行星寻找着蓝金号 好在蓝金号很结实 爸爸很安全 放心 我们没事 真是太好了 东怪你们 真讨厌 大雨 大雨觉得这些小行星很碍事 于是决定 把它们排成一排 现在干净多了 现在干净多了 哥哥真厉害 快跑 排列好的小行星被其他运行的小行星撞到 这下乱套了 看我的 下乱套了 现在轮到小小 施展她的能力了 卫星扫描 太多了 麻烦一个接一个 不躲开的话 就糟糕了 爸爸 你们两个小家伙 不好 闯祸了 闯祸了 孩子们担心爸爸的责备 不过 你们两个做得不错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 就是为了让小行星带 变得更加有秩序 谁知道你们抢在我们前面 做了两种尝试 大雨让小行星排队 小小通过扫描躲开他们 可是我们都失败了 正是因为你们的探索 我们有了新主意 把这些追踪器放到小行星上 这样我们就能定位他们 那就不会碰到大土豆了 大土豆 还真像啊 失败孕育着成功 大雨和小小 与蓝金浩一起努力 尝试着新的办法 现在看我的吧 一个 两个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七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十六十七十八 再看我最后一个 别跑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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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项目呢 我们aves用箫儿子住 enroll 嗯 爸爸肯定会很开心的 大宇小小推着这颗新有的小行星返回蓝金号 我不信躲不过 他们躲开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可是在乱糟糟的小行星带总有意外的情况 看来孩子们遇到麻烦了 咱们帮帮他们吧 等等 让他们自己解决 小宝贝 你们的爹可真严格 这里真是乱糟糟的 小小不要这个了 小小不要了 那不行 丢了多可惜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回去装信号器 别扮图而废啊 我还想给爸爸一个惊喜呢 信号器 对啊 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吗 有办法了 信号器启动 哥哥 我收到信号了 你看 我计算出一条安全的通路 我们就可以躲开小行星回到蓝金号了 小小 你肯真棒 有了信号器的帮忙 一路上再多的小行星都没有办法阻挡大羽和小小了 因为他们会提前知道这些土豆的位置 爸爸的期望实现了 孩子们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爸爸 巴豆尔叔叔 你们看 你们真棒啊 是啊 不止找到了一块稀有的小行星 咱们还建立了一条新的通路 就这样 原本乱糟糟的小行星带中 出现了一条安全的通路 之后 大家又发现了更多更多的宝贝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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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735年我们就到了 这太慢了 最大突历 还剩579年 579年 加油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大鱼小小 无人飞船雾贼号 需要你们的协助 知道了 都交给我吧 还没听清任务的大鱼 就完成了连线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卫星扫描开启 附近有一个维修站 知道了 院士肯定是让我们把他推过去 太阳系很大 用推的话 就太久了 停 你们为什么要推我的任务目标 鱼也是让我们来的 小小 卫星型号超能体 大宇 火箭型号超能体 奇怪 双子星成员 怎么连做任务的办法都不会呢 算了 还是看我的吧 薇薇安的超能体擅长修理 他找到了乌贼号故障的地方 并且完成了紧急处理 原来是能源操坏掉了 现在我换上紧急电源 这样就可以应急飞行了 姐姐你真棒 比起只知道推 我是厉害了那么一点点 你就随便修了修 它真的能飞吗 搭建临时控制器 临时控制器搭建完成 出发吧 乌贼号 哇 好快啊 飞得挺快 论速度 我是不会输的 乌贼号 全力推进 哥哥 看来也不怎么快嘛 不和你比了 反正文修站也到了 轨道计算完毕 无人采矿飞船乌贼号 准备空间对接 收到信号 速度调整 请调整 请调整姿态 请调整姿态 飞行的时候 把紧急电源跑坏了 谁让你和我比速度的 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 威威威安 双子星系统再次连线 威威 你觉得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你是认真的 当然 我们可都是航天双子星成员 我现在需要一块备用电池 它就在维修站 远速度的话 我可不会输给任何人 全速飞行的大雨可真快呀 不愧是火箭超能体 转眼之间就追上了维修站 糟糕 进不下来了 还好有能量减速网 诶 小家伙 陈叔叔 你为什么放弃了 没想到自己追上来了 我是来拿电池的 维维安已经联系过我了 核聚变电池就在这里 谢谢陈叔叔 准备出发 等等 你站到红圈的位置去 这个速度真是太棒了 维修站的弹射器 让大雨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期 很快 他就回到了乌贼号 你怎么不减速就冲过来了 任务完成 接下来的工作 对于维维安而言并不复杂 只见他熟练地替换了能量电池 乌贼号再次恢复了运行 你们配合得不错啊 双子星之间的默契 还需要时间去磨合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非洲大草原很漂亮 小小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小青青抓到了 好了 你快走吧 只是天气太热 有些口渴了 小小 接着 果汁自动榨取机 我来啦 真好喝 猴面包树 这可是我们的宝贝树 祖卡哥哥 可以给我一棵树吗 我想天天喝 这棵树我倒是可以给你 不过你有地方种吗 我 我家太小了 种不了 真的没有地方可以种了吗 等等 我记得在一个神奇的地方 也有一棵正要移植的猴面包树 什么神奇的地方 我好想去看看 要去那个地方呀 我们要使用超能体才行 好意 超能连线 让你的连线开启 小小识别玩 那个神奇的地方 就是天宫农场 在这里 人类为动物和植物们 安了一个新家 小小 你能关注猴面包树 在天宫农场的种植 真是很有研究精神呀 院士 其实我 只是想喝果汁 小小 你可真是诚实啊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航天事业有很多成就 都是从小愿望开始的 原来小愿望这么重要啊 孩子们被院士肯定 干尽十足 他们努力地协助院士 很快 他们帮院士完成了猴面包树 在空间站上的移植工作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不知道猴面包树 现在怎么样了呢 不好了 不好了 猴卡哥哥涂了 我 我 我没涂 是猴面包树涂了 啊 小小 你给树浇水了吗 我浇了 没看见虫害呀 这样下去会哭死的 都会死吗 小小小小 奇怪 空间站的土壤和地球不一样 所以植物移栽过来 会有一个适应过程 土 那我从地球上运过来呗 别急别急 运输那么多土壤 这非常困难 运输土壤不行 那猴面包树怎么办 这个吗 太好了 好什么呀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套解决方案 大航天时代的实验室 非常先进 擅长生物科学的爱童 合成了土壤需要的营养物质 然后再利用机械蚯蚓 开始改造土壤 加油吧 蚯蚓们 嗯 他们都在好好的工作呢 这片土地被改造完成了 成功了 猴面包树就这样慢慢地恢复了生机 小小非常在意这棵猴面包树 每天都来照顾 接着它发芽了 结果了 小小收集了这些果子 送回了地球 收到 飞往地球 诶 小小 哇 是猴面包树的果子 祖卡 果汁机呢 爱童 你怎么也来了 好东西 当然要一起分享咯 果汁烧大 榨汁开始 果汁榨取完成 不愧是空间站的果子 呸呸呸呸 大家放弃了那棵空间站上的猴面包树 可是小小却舍不得 小小你怎么还在照顾它呀 哎呀 你就别管这棵苦果子树了 浪费时间 小小 你把它交给我就行了 我自己来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 新的果子比以前的大 看上去好像成熟了 不过这样子又挺特别的 哼哼 我想试试 想想 这是什么 后面包树的果子啊 这 那有这么大 果汁机器人 快来 交给我把果子放入 好大呀 果汁完成 太好喝了 我试试我试试 真的很好喝呀 果汁太多 都不下了 我们看得太棒了 这果汁的口味和地球品种完全不一样 很好喝啊 这都是小小的功劳 我只是想喝果汁而已 小小的愿望实现了 大大的红面包树也能做出新的果子了 看来有些改变真的是从小小的愿望开始的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大宇和小小来到祖卡的家里做客 祖卡给他们展示了一个宝贝 在火星的极地有一个矿洞 那里有一个晶莹剔透 无比璀璨的矿石 我爸就用这个矿石雕了一个雕塑 什么火星冰矿石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吗 蓝薇薇 蓝悠悠 蓝莫莫 不不不 它本来是透明的 是晒了太阳才这样的 不信你们看 好重 亮晶晶 果然很秀 完了完了 我完蛋了 雕塑坏了 祖卡担心被爸爸发现 于是孩子们决定去火星矿洞 寻找新的冰矿石 超能连线 亮子连线开始 浮卡识别完毕 暗识别完毕 小小识别完毕 拆了 拆了提起步 量子连线完成 赶紧的赶紧的 嘿 等等 这里有一点黑啊 哥哥还是怕吗 谁说我怕了 我才不怕呢 好重啊 克塔克斯 你的肠龙体力气真大 当然了 原来冰矿石有这么多啊 嘿嘿 亮堂堂 舒服多了 我的冰矿石都融化了 卫星扫描 这都是冰 不是冰矿石 冰和冰矿石都一个样 那要我怎么挖呀 别着急 我帮你啊 紫外现光扫描 哥哥 你太亮了 再来一次 这里有一块 太好了 嘿嘿 不怕 哥哥 我 我没事 有事了 你力气太大 冰矿石被捏坏了 我的超能体擅长重型的工作 精力操作不行啊 大鱼 你得帮帮我 可是这里太黑了 哥哥 你怕黑 你才不是呢 我在思考怎么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 大鱼 真有你的 咱们用火焰把冰融化不就可以了吗 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有时候 解决问题的灵感就是这么突然 加热系统启动 有了办法 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 就交给我吧 采集成功 为了将火星的冰矿石运回地球 孩子们招来了星际特快 特快应该应接受 预计三十七个地球日后送达 我爸过两天就回来 来不及了 别急 你忘了我们是超能体了吗 对啊 我来组成火箭第一级 我来组成火箭第二级 我来组成第三级 准备 起飞 孩子们想到了新的办法 推着快递 加速前进 一级工作完毕 交给你了 大鱼 好 二级启动 二级工作完毕 晓晓 最后交给我吧 速度越来越快的快递 比预计的时间 更快地抵达了地球 来了来了来了 您的快递送达 航天快递逃送完成 好会有期 太好了 爸爸回来了 大鱼小小快想想办法 别慌别慌 我们借来了自动雕刻机 我也上台了扫描的照片 太够朋友了 放进去 雕刻机紧张的工作 爸爸离家越来越近了 好在最后时刻雕塑完成了 怎么有股烧焦的味道 没事没事 爸爸欢迎回来 你们抬着石子雕像干嘛 这个颜色不对啊 爸爸我错了 祖卡把事情告诉了爸爸 不过爸爸并没有生气 而是驾着车 载着孩子们 参观非洲美丽的大草原 你们看 那头就是我们救助过的狮子 冰矿石雕的狮子 就是它吗 是啊 我们用火星的石头 叼地球的动物 那是因为我们希望火星未来 也能像地球一样 这样 地球在宇宙中 就不再那么孤单了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到来啊 是啊 孩子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嗯